现在我们请蔡小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这些伤财患小麻痹的女生 同时手工艺有哪些工作 好的 我们这个能耐实验学校 除了一般性的教学说外 我们特别做中学生的工艺训练 那么在女生方面呢有家事 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呢 大部分都是工艺品 我们在我们这个老师指导之下 我们这个学生呢 兴趣度非常高 虽然他们这个身体上 有许多不关键的情况 但是他们的作品呢都很不错 他们的双手啊都非常的明国 那么各位会看到 他们这个成品呢都非常的忧郁 自从这个政府推行这个小看计划之后 那么社会国家团呢 对这个我们商场的就业也才能关回 那么最近呢 我们这个透过这个台中就业护照中心的安排 我们也参观了台中市几个工厂 那么在本年中毕业的同学 应届毕业的学生 我们参观的工厂中有许多的工厂呢 我们的工作非常适合 从此那常欢呢 也对我们呢 这个非常罗议我们的学生到他们工厂去实习 将来呢 以便将来再安排他们就业 那么至于女生方面呢 这个他们这个手工业品呢 也非常这个做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 社会这个国界 以及这个工商业企业界 这个对手工业方面 这一方面的这个工厂 将来也给我们多多的鼓励 多多给我们学生这个安排参观 以及实习就业的机会 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